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一期关于教授介绍的相关视频 今天我们介绍的内容呢是东京都立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科人间科学专攻教学方向的教授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人文科学研究科的构成 人文科学研究科呢它有四个专攻 分为社会行动学专攻 人间科学专攻 文化基础论专攻 文化关系论专攻 而每个专攻里面呢又细分了多个不同的方向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人文科学专攻里面的教育学方向 首先呢第一个教授是阿拉伊 阿拉伊老师呢他的研究方向是教育政治相关的研究 比方说是谁决定了教育 谁又应该决定教育 还有教育的自由与地方自治的关系 学校理事会等等研究方向 接下来也原老师他的方向呢是关于社会教育 多文化教育 在日外国人的这种学习权的保障相关的研究 还有日本语教育的相关研究 还有阿伊努族先驻民族的教育研究 还有最后一个防灾教育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Kim老师他的研究方向 Kim老师呢他是一个韩国人 他的方向呢主要是有社会教育 多文化教育 韩国研究等等方向 接下来 Tanaga老师呢他的方向主要是关于游戏方面的 另外还有在育儿中临床发展支援这样的研究 接下来Skida老师呢 他主要是关于性别 关于性教育 青年论等等方向的研究 接下来Kawai老师呢 他主要是关于这些 有一些残疾儿童这样的教育学 还有教育史 最后一个Takehara老师呢 他主要是关于儿童少年保护思想史的研究 青少年问题相关的研究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 东京都立大学教育学方向的教授的研究内容 有一些参加过面试的同学呢 可能会觉得教育学方向的老师们 在面试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严肃 但实际上教育学方向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温柔的 大家在考试前也可以试着用邮件联系一下老师 并且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老师的话 可以在东京都立大学的官网上 查到老师的经历 写过的一些论文和书 还有一些关于学富贼母 大学院贼母的介绍 那么关于老师的介绍 就是以上的内容了 我们之后还会介绍更多 关于东京都立大学 教育学方向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视频 祝大家考学顺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